大家好 咱们看最近一个世纪以来 大部分战争都是由领土争端引起的 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围绕着领土问题 引发这种争端的国家也都是邻国 但是有一次领土战争 两国间隔是八千多公里 横跨大半个地球 最后只为了一个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岛屿 这个战争就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 马岛到底有什么值得为它打仗的地方 咱今儿就聊聊这个 马岛全称叫马尔维纳斯群岛 英国人叫福克兰群岛 当然咱中国是用阿根廷这种称呼叫马岛 离南美大陆很近 1690年马岛第一次被英国人发现 当时的船长以这艘船的幕后金主福克兰子爵 给他命名叫福克兰群岛 半个多世纪以后 另一波来探险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个岛 就把它命名为马尔维纳斯 这就是马岛两个名称的由来 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在马岛各建有殖民点 18世纪中后期西班牙通过赎买的方式 买下了法国居民点的全部产权 又把英国人都赶走了 这番操作对英国人来讲 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强 堂堂海上霸主的尊严 岂容你小小西班牙挑衅 1770年两国关系剑拔弩张 皇家海军大规模扩边海军的招贤令是传遍大街小巷 12岁的纳尔逊看到招贤令之后接了黄榜 靠他当舰长的舅舅混成了后补军官 正式迈进了海军的门槛 不过当时英西两国各有各的事 英国忙着跟法国打仗 西班牙王使又快破产了 正想折跟民众收税 没工夫被一块小岛争的头破血流 于是霸兵休战 英国人重新在岛上恢复了殖民点 只不过马岛离英国太过遥远 周边又没有什么英国殖民地 往南就南极了 上面只有起格 维护成本太高 几年之后这殖民者就撤走了 马岛名义上英西两国 分而置之 实际上只有西班牙一个有效的政府 到了拿破仑一上台 全欧洲卷入战争 西班牙被法国占领 波旁王使流亡 此时的拉丁美洲大部分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严瞅着宗主国这么拉胯 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此起彼伏 1810年阿根廷宣布独立 独立之后 阿根廷就从西班牙手中继承了马岛 马岛本身就是阿根廷大陆架的延伸部分 而且离阿根廷最近在此之前几十年 也一直掌控在西班牙手中 所以这就是阿根廷宣布拥有马岛主权的依据 但是英国人不那么想 我虽然没在当地设立组织 但不代表我们有管辖权 赶上1832年 阿根廷跟美国起了冲突 美国军舰赶走岛上的阿根廷人 但是也没有实施占领 于是乎马岛就成了一个无人的荒岛 英国人就坡下了鱼 在马岛重新安排移民 1840年设立总督府 教会和教区 马岛就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随后几年 岛上居民逐渐向生活条件更为便利的港口聚集 到了1845年 这个港口命名为斯坦利 正式成为政府所在地 也就是今天福克兰群岛的首府 之后英国不断的经营马岛 在当地建设了不少军事设施 自此马岛就成了皇家海军军舰的驿站 驿站的时候 德国东亚舰队从青岛流窜到南美 路上还重创了皇家海军的西印度群岛舰队 闻听此消息之后 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战略巡洋舰消灭敌人 这两艘战巡呢 就是在马岛附近发现敌人 并成功歼灭 史书上称之为福克兰海战 也就是这个西佩尔中将 这个父子三人阵亡的这么一场战役 到了20世纪60年代 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 顺境潮流呢 联合国就通过了一项非殖民地化的决议案 对于这个第三世界国家都非常有利 阿根宁借此机会就开始主张收回马岛主权 英国当然不乐意给了 问题呢最后就闹到了联合国 联合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因为英国是武藏之一嘛 只能在1965年出了一个霍悉尼的决议 呼吁两国展开双边谈判 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 这个这个就是说了也白说 也没人听 嘴上说寸土不让 但英国的态度啊 实际上呢是这个逐渐后退的 马岛对他们来说 唯一的价值就是港口 现在英国没了大海军 留着这个海外港口呢 也没啥用 那就是不是人家有一个笑话吗 说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看见六艘战略舰出港 皇家海军第一战略舰分队出港了 到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看见六艘战略舰出港 皇家海军战略舰分队出港 然后苏伊士战争的时候 这个这个看到六艘战略舰 这个皇家海军六艘战略舰 皇家海军战略舰全部出港 然后现在看见六艘军舰出港 皇家海军全部出港 就越来越少 所以你要这个港口有什么用 你海军800年都不去那一次 因此呢 英国的立场就越来越宽 马岛和阿根廷本土呢 也不再是以前的封闭状态 两岸的联系呢 也越来越多 到了1971年双方就群岛和阿根廷大陆的贸易关系达成了协议 阿根廷以为呢 主权在望 欣欣然去岛上呢 就修了个临时机场 修机场的举动啊 让岛民感觉不对劲 他们了解这个英国的立场之后呢 反应强烈 坚决不愿意被阿根廷管辖 毕竟当时阿根廷军人当政 也不是发达国家 我为什么放着英国国籍不要 偏要做一个又没钱又不自由的阿根廷人呢 所以岛上的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 最终呢游说到了英国议会 这些马岛居民呢 虽然远在海外 那也是英国公民 公民的呼声 英国政府一定不能忽视 因此呢 谈判就被搁置了 几年之后 铁娘子萨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 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 英国经济长期低迷 萨切尔夫人针对这个问题主动缩减财政预算 那些海外领地带不来什么收入 每年呢 为了照顾他屠号国堂 干脆爱哪哪去 于是英国政府又一次准备呢 把马岛主权移交给阿根廷 谁知道岛上这帮老百姓啊 又是死活不答应 英国政府呢 只好就又一次搁置了计划 准备慢慢说服这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阿根廷的加尔铁力军政府等不及了 他上任之后 经济崩溃 社会萧条 他又没有能力改善经济 只能靠发动战争提高自己的威望 于是呢 派人这个登陆马岛 这个时候马岛上的守军呢 一共二百个人 大部分呢 都是当地岛民组织的自卫队 唯一的重武器是一门换了的迫击炮 所以经过象征性的抵抗之后 总督宣布投降 阿根廷人登陆之后 第一件事排除一级 很多军政府的反对派都在马岛 他们的资料呢 早就被宪兵列入档案 宪兵登陆之后 凭着档案 暗图索计 进行拘捕与驱逐 常常发表批评阿根廷军政府 这种言论的人士 都被带走 关入了监狱 英国呀 对于这个马岛被占领 那绝对是输可忍 使不可忍 于是就派出军队远征 去收复马岛 其实当年呢 英国不介意把马岛交给阿根廷 不过现在呢 为了他打一仗 他的内在含义 让英国呀 就没法放手了 而且英国政府 一直说不出来的那不是我不想交马岛 而是岛民实在不乐意 2013年岛民就举行过一次公投 结果绝大部分都愿意留在这个英国 所以现在每年呀 英国都往马岛拨款 岛上居民持英国护照 如果到英国本土 享受一切公民权利 背靠英国这棵大树 马岛经济水平 在南美洲绝对响当当的第一 民众出于过好日子的最基本需求 自然继续愿意当英国公民 阿根廷历届总统倒是反复强调 马岛一定是自己的 未来可能最好的结局啊 就是阿根廷民意上拥有主权 马岛变成一个高度自治区 当地居民呢 享受双国级待遇 英国人呢 不用再往岛上扔钱 当地人呢 继续拥有英国人的福利 阿根廷就获得了面子 洁大欢喜 而且呢 这个马岛战争啊 关于这个战争的 这个全部的这个过程 咱们在这呢 不多说啊 你可以去查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这个 资料非常多的啊 值得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啊 就是今天俄罗斯啃乌克兰 原来是说这个什么 一个小时占领啊 然后什么24小时占领啊 然后什么三天七天 现在足足打了一百多天 一百好几十天还没有占领 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俄罗斯的战争手段 极其的落后 二战时候的钢铁洪流 对付现在信息化时代的战争 这根本叫不灵 所以这种仗啊 充其量是二战水平 甚至就是一战的水平 所以有人管这种战争叫什么 叫前天的战争 这种典型的前天的战争 还有什么两一战争 两个复国石油复国 但是因为士兵的文化素质太低 用着最先进的武器 打着最笨的仗 坦克里边的官苗器材都不会用 人得探出脑子来 站到坦克外 拿望远镜指挥 跟库尔斯克战役 那水平一样 所以这种叫前天的战争 而什么样的战争 打的是未来高科技战争呢 最典型的 最早的 就是这场马岛战争 就是未来的高科技战争 同一年还有以色列偷袭贝卡古地 就是第五四周的战争 那都是被称为明天的战争 所以这个战争 就是马岛战争 就是领先于时代的那种战争 好了 关于马岛和马岛战争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